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美国和日本 每日希望这场战争 远远超过共产党希望这场战争 习太阳希望这场战争 美国想只要你动了手 整个东海就变成火海 整个中国的军事基地 美国也有战术 一我让你打打 把台湾打得基本快打接近烂的时候 我出手 我有正义 现在台湾这个事情 美国就想看到你打的时候 让全世界看 你看他把台湾打得那么烂 还欺负台湾 咱们的芯片92.5的芯片 都是来自台湾 而且有那么多我美国护照持有者 按美国宪法 这个地区已经有百万人的美籍人士 咱们大家都完了 你们的油也贵了 芯片也贵了 贵量也完了 打完台湾打谁呀 就打你日本 整个大西洋 咱全完就打 全完 印度 你想过吗 干完 东南亚就干你了 韩国你想过吗 干完那就干你了 是吧 所以说 咱必须干的 这个时候 第二个战术可能是 美国人会马上主持一个联局 包括澳大利亚 直接就说咱们用盟军的形式干掉它 还真不见得就美国先出手 很有可能一想不到的方式就出来了 这种战争的结果会很残酷 只要是美国 只要参与共产党一定想动用核武器 而且一定联合北朝鲜 一定联合伊朗 如果美国还玩外交战 合理性到联合国取得一个所谓的战争执照 这些事想去干的话 美国就想玩什么 美国就想真的等着世界大战起来 从整秩序 如果美国就压根 就对台湾一动手 我就开干的话 美国就要维持原来国际秩序 从整国际秩序和维持国际秩序 这是美国两个一定要下决心的 维持现在的国际秩序 美国必须大胆动手 如果要从整世界秩序的话 那这个世界人们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要很多人死 很多地方 要形成了无人区 无人延区 甚至百年千年万年都是这样 一定会有核弹的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